我來到這裡是因為我覺得今天就是非常的好 我曾經有一個例子只是我打算等一下再講 大家想要理你 我們現在想要理你 其實不要理啊 我覺得 你有沒有想過你自己壓抑而睡 乾不乾淨 如果 你有沒有想過睡裡面還有含有多 即使過濾了還有含有多少水 不可能會含有一些有毒物 然後連自來物質也會常有其中 一如三乳甲丸 三乳甲丸是一種可以自來物質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把三乳甲丸煮一煮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哇 哇 三乳甲丸只要精油煮過之後會蒸發至空氣 那有人可能會導致癌症 癌細胞產生 孕婦的話則有可能會早產或流產 那水裡面的細菌到底恐不恐怖 恐怖 那你到底要換一台激水器呢 還是還是要繼續讓病毒危害你自己的身體呢 如果你想換激水器的話 那你還在得什麼呢 找過去買一台吧 好 好 好 再次謝謝我們的秉立 哇他有沒有很厲害 他就是在這個教室不斷的跟父母一起進來教室做學習 然後他在學校當中有去做很會問老師的一個小朋友 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小朋友 而且他還說他同學他的外婆 就是因為就是長期喝RO水 而且喝到說他割掉一邊的腎臟 而且另外一天是人家還要洗腎 所以說我們水質是不是很重要 那所以我們人體啊 70%都是由水做成的 所以說我們水質 他佔了我們大部分的一個身體 一個生活 所以說我們家裡的飲用水真的是要好好注重一下 那大家剛才是不是有了解到說 我們剛才不是有一個霸國的天然礦泉水 是不是一瓶45塊 那講說一家四口的話一瓶要花多少 180嘛對不對 然後一個月咧 是不是要5,400 那一年就是64,800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高的一個花費 那像我們這台進水系他只要3.140 其實大家可以去做計算一下 其實換一個進水系其實是蠻省錢的 而且對我們私底的健康是很有幫助 我覺得健康的價值 遠比我們金錢的價值來的重要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 對啊,如果沒有蓋灘可以偷偷來找我 好,已經要忘記 好,謝謝我們 謝謝我們主持人 謝謝 謝謝我們主持人的觀點 這麼好還願意讓你蓋灘 那接下來呢,好像蓋灘在這邊 美容的部分 有很多的朋友們 他可能有一些卸妝的問題 或者一些化妝的細節 可能不是很清楚 所以看有問的問題呢 我們待會美容的官主呢 他會在這裡一併做解答 來我們掌聲給他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還記得嗎 剛剛有來那個嗎 對 我們就是美容 美容小天使 剛剛是不是大家有修眉 還有一開始就是保養 所以剛剛還蠻多就是來問說 為什麼男生都會說 為什麼我沒化妝要卸妝 為什麼 是不是很多男生都不知道要卸妝這回事 對,所以其實 其實大家就是還是要記得 不管男生女生啊 那個年長的還是老的小的 都一定要卸妝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我們的空氣是不是真的很髒 真的 所以其實現在外面空氣太髒了 會整個附著在我們的臉上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先卸妝 然後再來就是做其他的步驟 所以大家記起來了嗎 第一個要先做什麼 好 好,100分 然後接下來換那個佳恩 大家好,我叫佳恩 對,那其實呢 卸妝你只要卸得好 你的皮膚就白了一半了 那我剛剛發現一個很奇妙的現象 就是我剛剛搬 因為我是負責皮膚搬的 我發現其實有很多男生 其實都很願意嘗試畫底妝 那剛開始可能男生會覺得說 欸,化完化妝會不會很涼 就是很像女生這樣子 可是其實化完之後 並沒有很像女生 就是會讓你的氣色會變更好 就覺得欸,他們在照鏡子的時候 覺得欸,沒有那麼的 跟想像中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對,那這是我的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把最重要的時間 交給我們那個 修眉毛的老師,吳傑 大家好,我是菁姐 那我剛剛是負責修眉毛的 就是有人問我說 就是眉刀要怎麼選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 就是那種寬敞的那種眉刀 可是我覺得那個 在修小細節 比如說眉頭的步驟會不好處 所以我們就會選比較小的 那我們還是以那種安全證據 因為市面上會有兩種 一個是安全證據 就像要刀片 就一條一條一條 像軌道那種 對,那個是安全 就是你刮到其實小朋友會受傷 可是另外一種是 就是真的是很利的那一種 對,那我 因為我個人幫人家修眉毛的時候 我會自己準備那個酒精麵片 那酒精麵片就是你用過一個 就是幫人家修完眉毛之後 就消毒 我覺得這是衛生的問題 然後我會覺得如果要修眉的話 就是從外圍 外圍慢慢修 不要修到整個整體的眉毛 對,因為你修壞了就是沒有辦法補救 可是如果你當你自己越修越細 你覺得就是好像 不是很喜歡就可以趕快停止 那就可以就是讓它長出來 其實眉毛修壞沒那麼可怕 因為我自己也修壞了很多次 我才知道怎麼去修 對,那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謝謝我們社會美女 謝謝老師 我也 雖然身為一個男生我也有疑問說 畫得會不會很娘 我發現一個事實 畫錯了真的會很娘 所以你要到對的老師 要有對的人教你 然後我之前也會自己修眉毛 可是國父呢 去那部生毛透色的時候 我也很常修壞 可能都整整一年都沒有發現自己的眉毛修壞了 可是當然也要遇到貴人 貴人怎麼找 對,我們教室都有一些美容課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是給剛才其中一位大排長榮的老師 就是我們的手枕面枕 我們可以看到說 好像下一次如果要有手枕面枕 是需要花號碼 不然好像 搭牌一下就到別的地方去看 因為大家其實都非常重視自己的健康 那我們掌聲給大榮老師 謝謝 好,各位朋友,下午好 好 我雖然是大排,但不是長榮 我大排長榮簡稱叫大榮 沒有錯,我就叫大榮老師 那那個 剛剛有對我手面枕詢的朋友請舉手一下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連小朋友都有 太棒了 好 好,那那個 呃 大部分的朋友呢 我都是第一次認識你們 所以我就是 根據大家的 手啊 手掌啊 還有你的臉啊 還有你的身體其他部位呢 來 告訴你一些建議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接受 那 呃 大家猜猜猜看 我白天的工作是什麼 不知道 我白天工作呢 是一個尋獸師 馬戲團 學名叫國中老師 好 那因為在場很多小朋友嘛 所以我很多人太怕嚇到他們 這樣子 好 那那個 呃 今天中午吃飯的時候 我遇到了一個朋友 那我就坐在他對面吃飯 我就請他 猜我幾歲 你們猜 他猜我幾歲 三十 二十八 他猜我大概 二十八歲 哦 然後我問他 那你猜猜看 我是什麼工作 他就說 我在做設計類的工作 哦 他以為我是一名法式設計師 哈哈 那後來呢 我就告訴他 其實我是在 國中老師 我是當國中老師 然後他們說 那他就猜我 然後我就請他 猜我是什麼 教哪一科的 那你猜他猜我 你教哪一科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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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猜我是教音樂的 噢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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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今天為什麼 我會給人家這種感覺 沒印象 但是 我覺得啊 嗯 其實呢 我在我的教室呢 是負責營養班班的工作 那我也希望呢 如果說 你今天 你有認真的吃營養早餐 然後呢 你晚上早點睡覺 如果你能夠這樣子呢 像我這樣堅持20年的話 你的年紀呢 就會到著長 好 所以我也希望呢 啊 像我們教室啊 禮拜三 都有開營養班 都有開營養班 我也希望呢 各位朋友可以來聽 尤其是像我們後天 大後天 我們要開 生活營養班 那 會由我來主講 那個 中醫營養 會告訴大家 像現在呢 秋冬是不是快到了 對不對 對 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你的手腳會冰冷 有 有沒有 然後呢 你們家的人就會覺得你的 你很像一個冰棍 有沒有 然後呢 因為我覺得最近你的鼻子都很乾癢 有沒有 甚至有時候你可能挖鼻孔 輕輕一摳 就會流血 有沒有 好 還有呢 你也會發現最近呢 你的皮膚呢 皮屑是不是增多 對 對不對 好 那禮拜三呢 都會告訴大家 怎麼樣幫助你呢 今年的秋冬 能夠好好的過冬 好 那現在教大家呢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可以觀察 你自己健康的一個方向 好 首先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你隔壁的人的嘴唇 隔壁的人 好 通常我們正常的嘴唇 應該是紅潤飽滿的對不對 對 好 那如果說 你隔壁那個人的嘴唇呢 好 比較乾 有皮屑的話 那會表示 他最近怎麼樣 缺水 缺水 對 缺好水 有沒有 所以看一下你隔壁那個人的嘴唇 然後請跟你旁邊的那個人說 你要多喝水喔 你要多喝水喔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你隔壁那個人的嘴唇 中心有沒有 一橫一橫的紋路 有沒有唇勾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的話 要表示他最近呢 工作很辛苦 晚上能晚睡覺 表示你的 表示他的肝臟呢 很疲勞 請跟你身邊那個人 有唇膏的人說 你要小心肝喔 小心肝喔 好 接下來 接下來 如果說 你身邊的那一個人 他的嘴唇 顏色 天暗 天紫 真是呢 嘴唇四周圍 有比較深 顏色比較深的部分 你要告訴他 你要小心 不要讓三高找上你 好 大家了解了嗎 所以從這些地方呢 我們可以知道 一些 維持健康的小秘訣 好不好 那我都很希望 我們今天 下午有來的朋友們 禮拜三晚上 都可以看到大家 好不好 因為禮拜三晚上呢 我們除了告訴你 中醫如何的秋冬保養之外 另外 我們還有一道 讓你手腳不再冰冷的 藥膳要教你 很簡單喔 好 所以記得來好嗎 好 那就分享到這裡謝謝